预言是文化的橱窗,智慧的结晶。大家好,欢迎来到预言堂。 中子预言三 螳螂不禅 中子在丽园游玩时,一只眼睛特大,翅膀超长的怪鸟朝他飞来,出其不意地碰了碰他的头,然后栖息在栗树上。 中子拿起弹弓,瞄准了怪鸟。 突然,他看到树叶下躲着一只蝉,旁边有只螳螂,正举起手臂要捕捉他。 不料怪鸟已发现螳螂的行踪,准备趁机吃了他。 看到这幕晴景的庄子,恍然大悟地丢了弹弓,回头跑出丽园。 没想到看守的园丁误以为他在偷栗子,便紧追不舍地大声斥骂。 这件事让庄子一连几天闷闷不乐。 经不住学生的追问,他才说出事情的经过,最后叹了口气。 哎,多么不幸啊,人们只顾追逐外物,迷失了本性却不自知啊。 一般人总是指现眼前的利益,忽略了潜在的危机,真是得不偿失啊。 如果您喜欢本频道的内容,请记得按赞,分享,转发,同时欢迎订阅,并开启小铃铛。 轻松不预言,深刻无哲理,我们下次见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